禮物加熱店送給我們的白花球馬 紅毯焦點不是大明星 而是一隻一隻可愛的毛寶貝 在主人的陪同之下一起上台 新北市舉辦特殊寵物RUNWAY秀 除了常見的貓咪跟狗狗 還有更多的是特殊寵物 牠小 然後也好攜帶好飼養 對 我覺得牠算蠻好飼養的 然後都跟著阿公阿嬤 其實作息就也非常 而且牠跟人的作息是一樣 對 就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這不是在非洲動物區 才可以看到的狐蒙媽 也被主人帶來走秀曬太陽 其他像是鼠類蛇類也是做上冰 特殊寵物風潮崛起 但肆域的方式大多跟傳統不一樣 對環境要求也更高 肆主必須花費更多精神 同時很多刻板觀念需要改變 像是以往認為兔子喜歡吃胡蘿蔔 而且不需要喝水 其實都是錯誤的飼養方式 肚子百分之八十都是吃牧草 那因為牠的飲食的習慣 我們在養牠之前就要了解 原來兔子牠是吃木草 還有還有一些飼料是不一樣的 不是我們傳統習慣的紅蘿蔔 走完秀還可以逛逛一旁的寵物市集 裡頭除了毛小孩的用品 更多的是領養攤位 常見的貓犬甚至兔子都在等待領養 動保團體某族權力 趁著耶誕城的人群和氛圍 要幫流浪的毛海找到一個溫暖的家 八大新聞賀皮李松元採訪報導